第八 你是否是因为这些前世的记忆 所以你做现在的工作呢 那你希望要如何去帮助更多的人呢 我相信每一次转世都带着灵魂蓝图和前几十的经验 一切都好像命中注定一样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也有神奇的相似 从这一世来说 我也是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拥有过一个女子的团体 我们的主打歌曲呢 就是一首和地球相关的环抱歌曲 这个时间点刚好和我的亚特兰蒂斯那时候是雷同的 我也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在神殿工作的女祭司 我的灵魂任务和地球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在此时转世 就是为了帮助地球和人类开启新次元的大门 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前世回溯 以及这一世之前所有的人生经验 都是为了帮助我完全的觉醒 并走在我的灵魂蓝图之上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地球 我是一名光之志愿者 也可以称作光之工作者 我的最大任务 就是将来自造物主的智慧 力量和爱 带入扬生中的地球 帮助地球和所有想要扬生的存在 共同进入新的次元 这是我和地球女神的契约 也是所有光之工作者和地球的契约 严格意义上的光之工作者 来自宇宙各地 都是非常进化的高次元存有 降低频率来到地球 转世多次 一直在服务 是很干净的通道 可以很轻松自然地连接到 造物之主和地球意识 这些都是灵魂编码里 自带的程序 冥想开启了我的神奇觉醒之路 在一次冥想当中 大天使迈克和麦达常 将电影式的画面放入了我的脑海 我看到在我投生亚特兰蒂斯之前 我是来自于卯素星团 天晴座的高龄 有14万4千个来自宇宙不同地方的 非常进化的高龄和我一起 从宇宙的外部飞入地球 大天使将非常生动的画面和数字 放入了我的脑海 关于卯素星团和天晴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深远历史性的话题 我将有机会在我的视频当中 和大家来分享和讨论 现在也有很多的人 说自己是光之工作者 这是令人激动和开心的 只要你心里充满爱和正能量 为地球服务 为所有服务 那么你也会是一名光之工作者 第十 你可以感觉到其他人的能量吗 可以形容一下 不同的人能量是怎样的 是颜色不同 温度不同 还是怎样呢 每个人的能量场的大小 颜色都不同 都是由各种颜色组成的 有的人只是蓝色会多一些 或者是有的人金色会多一些 这个主要和这个人当时的情绪 和他的灵性计划程度有关系 积极的人能量场比较明亮 负面能量强的人呢 他能量场是暗淡就混浊的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从他的脸上 可以从他的身体的周围看到 充满爱的人能量场较大较明亮 胆小羞怯等负面思想 会让人瞬间能量场缩小暗淡 较积极的人和你在一起 你会立刻觉得能量场提升 舒适而温暖 可你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有的时候甚至会头疼 恶心 呕吐 疲劳 能量场温度较低 当然当人们生病的时候 能量场也会温度较低 较灰暗 第十一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环保不光是不让人垃圾这么简单 我们和地球是一体的 我们的思想意识也会制造垃圾 每一个所思所想都是能量 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这个由你来决定 你的思想情绪对环境都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的天气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比如刮风 下雨 思想 情绪垃圾 对人的毒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身边的小孩子 他们都是天真可爱 极容易被受到影响的 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 并保持正向 是我们作为地球人最基本的义务 我们有义务 保护地球 保护这里所有的生灵 现在整容的人很多 爱美之心可以理解 但是在整容的同时 也请整整你的心 你的心是通往你灵魂的大门 同时也是通往你真正所示的大门 这也是你来地球的目的之一 爱护你的身体 了解你的身体 让你的所有的身体保持健康 想要创造人间天堂 那么你要具备这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就是身心灵合一 我们人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种族 是由非常多不同的外星文明 所共同创造的 在我们的这个载体里面 有相对高和相对低的DNA 也就是相对优化和相对低劣的DNA 虽然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受到过干扰 但这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都有着极优的那部分的DNA 我们在地球的其中一个目的 是将较低的这一部分DNA 进行转化 随着大环境的频率逐渐的提升 大环境也在协助我们优化这一部分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优化自己 降低 转化 这种低频DNA对自己的影响 这有点像佛家说的除魔 除的就是自身的魔性 而这种魔性就来自于 我们身体里DNA较低频的那一部分 甚至完全将其消融并提升 释迦摩尼佛祖 耶稣 等等养生大师都是我们的典范 他们来到地球 就是展示给我们一种 如何转化自身魔性 致成为之所事的过程 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通过这具神圣的载体 扬生并进化为更优秀的种族 那这里谢谢Aisa 可以接受我们这一个 这么特别的一个访问 并且可以让更多的人 在零星上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这使得你们应该充满着 一大堆的疑问 大家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 而且我们也会根据你们 不同的问题来分门别类 过后做出影片来回答你们 这些影片可能会在 HandhandTV 或者是在 Elsa Love的频道上面播放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 订阅Aisa Elsa Love 她愿意接受我的访问 也是出自一爱 爱护大家 和希望大家在零星上 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的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奇异世界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